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就是爱练功 大家一起来练功 功夫哥哥好 哈喽 大家好 我是爱练功的功夫哥哥 大家好 我是女娜哥哥 还有两位可爱的小朋友 宜安 大家好 还有可爱的品权 大家好 那我们现在呢 请小朋友站起来 跟我们一起动动身体暖暖身 再来练功夫咯 准备暖身咯 预备备 开始 动动你的头 动动你的肩膀 动动你的手 动动你的腰 动动你的膝盖 动动你的脚 开始来练功 功夫哥哥 我们今天要学的是什么拳法 今天要学的是推掌的动作 推掌有什么概念呢 推掌 就跟推开门的感觉一样 推开门 真的 我想到 我们梦梦台有一首歌 就是有这个动作 好酷的感觉喔 就是那个金色海浪 点刚亮波步 起来起床 推开白色的床 有没有 真的有推开的感觉 推推三次 不过我们推掌 要记得掌要扣好 掌要扣好 所以推开门的时候 要用掌的动作喔 好 没问题 OK 那我们今天推掌套路的 第一个动作是什么呢 第一个动作是 马步三冲拳 马步三冲拳 OK 小朋友先跟我们一起 蹲好马步 蹲好马步 之后连续三冲拳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再一次喔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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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这个还蛮简单的耶 小朋友记得 冲拳的时候要非常有力气喔 要不然我们来挑战一次 那个马步连续七冲拳好了 七冲拳 对 好 快速的 对 預備 马步连续七冲拳 哈 哈 哈 我多了一下 对不起 八冲拳了 好 好 我们都来试一次好了 来 七喔 OK 預備 马步连续七冲拳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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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小朋友都很厉害喔 真的 七冲拳都会了 对啊 那我们下一个动作是什么呢 下一个动作是 劈拳 接下来要学的是 劈拳的动作 没错 小朋友现在跟我做一次喔 好 一 二 一 二 我可以再试一次 好 好 一 二 一 二 越来越标准了 提醒一下小朋友喔 一的时候是举手 举手 推掌 推掌 加踹脚 加踹脚 三个动作一起来 没错 这个第一个动作 第二个动作是往下劈 变成公布 好 往下劈 那我们再来试一次喔 好 一 举手推掌加踹脚 好 二 往下劈 往下劈 变成前脚弯弯后脚打直的公布 好 小朋友表现得很好 OK 收回来 所以我们现在呢 从我们的马步冲拳 到我们的劈拳来试一次 好 抱拳 哈 马步三冲拳 哈 劈拳的动作 一 一 二 二 OK 好 小跳表现得很好 好 那我们下一个动作是什么呢 下一个动作是 进步流长 好 我现在要学的是 进步流长 没错 下面给我做一次 进步流长 进步流长 好 小胖非做一次喔 还蛮简单的喔 往前 进步流长 进步流长 从下往上叫做聊喔 从下往上叫做聊 公布哥哥 这动作好像跟人家要糖果 会像吗 会像啊 公布哥哥给我糖果 不要 公布哥哥给我糖果 不要 拜托给我糖果 不要啦 拜托啦 好啦 等一下再给你 好 这动作从下往上就是要给我糖果吗 对 好 这个动作是从舰延伸而来的喔 哦 从舰法来的吗 没错 哇 天哪 公布哥你有带自己的舰喔 没错 这就是冰器 叫做舰 好帅喔 所以疗长是从舰法来的吗 从下往上叫做聊 哇 所以这个动作可以让舰可以就是 延伸出去对不对 没错 好 我会想试看看 好啊 玩具的 来喔 从下往上聊 哇 这样子还蛮远的 对啊 所以你要延伸出去 从下往上叫做聊对不对 从下往上叫做聊 就算没有拿兵器 手也要记得延伸出去喔 好 没有问题 好 OK 那我们就从上个动作接到这边吧 好 上一个动作是劈拳 好 从劈拳接到我们的进步聊掌 OK 抱拳 哗 劈拳的动作 劈 劈 进步聊掌 聊掌 OK 好 那我们最后一个动作是什么呢 最后一个动作是公布推掌 大绝招时间 哎呀 还是没对到 好 那我们要选我们的大绝招了 没错 今天的大绝招是推掌的动作 好 是我们的公布推掌喔 OK 好 我们先来做一次 好 先往前做好公布 公布 前脚弯弯 后脚打直 手做推开门的感觉的推掌 推掌 OK 好 我们收回来再做一次喔 好 公布推掌 推 推 哇 这个动作好像会射出什么气功一样 很帅气 那公布哥哥 如果要做这个推掌的话 有没有什么小秘诀啊 推掌的时候要记得做到进整 进整 什么是进整 进的意思就是力量 整的意思就是要整合为一 那这个动作怎么做呢 是主宰于腰 力量从脚上来之后主宰在腰上面 然后行于手指再推出去 所以力量要从下面延伸到上面 再把它发射出去 对不对 起于脚跟 OK 那我们再试一次呢 有进整的公布推掌 来 好 公布推掌 推 有没有感觉到力量从脚跟 腰到手指 有 非常非常的厉害 没错 好 那我们现在呢 从我们的进步撩掌 到我们的公布推掌来试一次 OK 好 抱拳 哈 进步撩掌 撩 公布推掌 推 推 推 OK 哇 很棒 很棒 好 那我们赶快来复习哦 把今天的四个动作串在一起 来试一次 好 OK 抱拳 哈 马步三冲拳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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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做劈拳 一 二 一 二 之后做进步撩掌 进步撩掌 最后一个 公布推掌 公布推掌 OK 收工 收工 哇 帮自己拍拍手 很棒耶 那我们呢 从第一集到第五集呢 学了非常非常多的拳法 对不对 小朋友还记得吗 分别是我们的 冲拳 劈拳 扎拳 正踢腿 还有我们今天的推掌 没错 学会了五个动作 那我们把它全部来个总步行好不好 好啊 我们把它串在一起 很有挑战性哦 我们刚刚来试一次哦 好 我们慢慢做一次 好 抱拳 第一集的马步冲拳 之后是第二集的踢拳 一 二 一 二 之后是三 扎拳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之后是正踢腿 一 二 一 二 所以我们来做今天的推掌 推掌 哇 很棒 收工 收工 哇 小朋友都很厉害 真的 五集都学会了 总复习 所以我们之后会教小朋友 更多的拳法哦 没错 有很多种拳法都还没学到 所以如果要成为我们的 武林高手的话 就要收看我们的 旧式爱恋宫 OK 好 旧式爱恋宫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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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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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是愛練功 大家一起來練功 功夫哥哥好 哈囉小朋友 我是愛練功的功夫哥哥 大家好我是牛奶哥哥 還有兩個可愛的小朋友安安 大家好 還有萍萍 大家好 好 我們現在請電視節目的小朋友 站起來跟我們一起 動動身體來暖暖身 準備來練功夫了 OK 好 預備 開始 動動你的頭 動動你的肩膀 動動你的手 動動你的腰 動動你的膝蓋 動動你的腳 開始來練功 功夫哥哥我一個問題 什麼 就是為什麼以前的人 就是學武術的時候 除了要學拳打腳踢之外 還要學像這種兵器 因為在古代的時候 他們戰爭就需要兵器 才可以攻擊比較遠的地方 所以它如果有兵器的話 它的範圍會比較遠 沒錯 所以說如果兩個人 他的功力是一樣的話 拿兵器的人就一定會贏了 照理來說是這樣沒錯 不過我們武術也有動作 是可以把別人的兵器奪過來的 真的嗎 像是那個什麼空手奪白刃嗎 對啊 那你會拿幾招嗎 好 我來試試看好了 好 來囉 來囉 OK 所以說如果我這樣拿武器 像超級劈過去 接住 哇 一個圈 哇 哇 好帥喔 這個動作叫野馬分蹤 野馬分蹤 是像幫那個野馬輸那個蹤毛力 沒錯 這是太極拳裡面的動作 它好好玩喔 那你還會不會別招 好 換一個方向來試試看 好 來囉 來囉 OK 阿翔 接住 轉身 哇 這個好帥 這是什麼招數 這個動作叫做翻身披掌 翻身披掌 這招好帥喔 OK 那我們今天就來學這個動作好了 所以我們今天要來學披掌嗎 沒錯 好 非常…好 那我們今天呢 披掌套路的第一個動作是什麼呢 第一個動作是 馬步按掌 馬步按掌 沒錯 好 那我們現在請小朋友 一起來做跟我們做一次 馬步按掌喔 好 馬步按掌 好 往下這樣子按 OK 好 我們再來做一次喔 我們再來做一次喔 從上往下按掌 好 從上往下 馬步按掌 馬步按掌 所以是有點像斜斜方向往下按的感覺 沒錯 這按掌的動作從上面往下面按 然後馬步也要記得蹲好 從上往下按 沒錯 所以從上往下就說 之前是不是有學過一個 從下往上的掌數 從下往上叫做撩掌 從下往上叫做撩 沒錯 好像是之前那個給糖果的動作對不對 公布哥哥給我糖果 不要 公布哥哥給我糖果 不要 今天這個話就很像是 公布哥哥給你糖果 我也不要 公布哥哥給你糖果 唉唷 好了啦 趕快收起來 好 我們給完糖果之後 一樣要記得動作還是要做好對不對 好 OK 好 馬步按掌的動作 記得手掌心要扣好 掌要扣好 大母哥要扣下來 掌心要扣好 沒錯 然後往下面按 往下面按 然後也要記得馬步蹲的時候 要蹲平平的 好 要蹲平平的 好 OK 這就是我們第一個動作 好 小朋友 現在再跟我們做一次 馬步按掌 好 先站好 抱拳 馬步按掌 下一個動作要做的是 公布推掌 接著我們要學的是 公布推掌 好 小朋友現在跟我做一次 公布推掌 好 換我們囉 預備 公布推掌 公布 好 做得很棒 我們再試一次 好 小朋友要記得做到 前腳彎彎 後腳打直的公布 前腳彎彎 後腳打直 好 公布推掌 公布推掌 公布哥哥 這個動作很像在射氣功的感覺 對 小朋友記得射氣功的時候 掌要記得先扣好 好 再做一次 往前做公布推掌 公布推掌 好 換我們 公布推掌 好帥氣的氣功 做得很棒 很厲害 我們現在試著從我們的 馬步按掌到公布推掌 來試一次 好 小朋友先站好 抱拳 馬步按掌 馬步按掌 公布推掌 公布推掌 小朋友都做得很棒 很厲害 公布哥哥 我們下一個動作是什麼 下一個動作要做的是 彈踢推掌 第三個動作是彈踢推掌 小朋友先來跟我試一次 彈踢推掌 彈踢推掌 好 再來試一次 OK 小朋友記得彈踢的時候 膝蓋先彎曲之後再彈出去 好 彎曲再彈出去 沒錯 再來試一次 好 彈踢推掌 彈踢推掌 公布哥哥 我們之前不是有學過 正踢腿都踢很高 對啊 為什麼這個彈踢會踢這麼低 彈踢踢在腰的位置就可以了 他們原因是因為正踢腿 跟彈踢的攻擊地方不一樣 怎麼說 正踢腿是腳往上踢做 往前攻擊的動作 好高喔 然後彈踢它只要往前 踢前面就可以了 所以一個是攻擊上面 然後一個是攻擊前面 沒錯 所以我們可以根據自己想要選擇說 那我現在要攻擊上面還是攻擊前面就對了 沒錯 而且彈踢比較難防守 為什麼 因為它膝蓋踢起來之後 你可以選擇往裡面踢 往外面踢 往上面踢 就是你屈膝的時候大家還不知道說 你到底會攻擊哪裡這樣 對 像我之前看北京奧運的時候 他們在踢跆拳道 他們也是很多都會這樣子 然後就 根本就很難防守 就有很多方向可以踢對不對 原來是這樣 沒錯 所以要記得先做彈踢 之後再踢出去 好 我們再來做一次好了 好 小朋友站好 做彈踢推掌的動作 彈踢推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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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非常非常好 我們現在從我們的公布推掌 到彈踢推掌來試一次 好 站好 抱拳 公布推掌 公布推掌 彈踢推掌 好 非常非常好 公布哥哥 我們最後一個動作是什麼呢 最後一個動作是 翻身披掌 大絕招時間 哇 我們要來學最後一個動作了 今天的大絕招是 翻身披掌 要怎麼做呢 我們來做一次 好 第一個動作是 往下 變公布 往下 變公布 第二個動作是 轉身過來變背面的 轉身過來變背面 第三個動作就是 往下 劈 往下 劈 對 這樣子好像那種三連拍的感覺 我們再來試一次好了 好 一 往下變公布 往下變公布 二 轉身到背面 手拉起來 轉身到背面 不錯 三 往下 劈 往下 劈 通常最後這個動作的時候 敵人的兵器就已經掉下來了 沒錯 這個動作好酷喔 所以蠻有三連拍的概念對不對 對啊 因為一二三 一二三 公布哥哥 你超過摸摸台至少也兩三個月對不對 對啊 你現在會不會三連拍 應該有練習了一下 那你要不要來試看三連拍的感覺 好 好 第一拍 第二拍 第三拍 還是有點尷尬的感覺 我才竟然兩三個月 那你趕快cue我 好 那你做嘛 好 你要不要拍手喔 前輩的三連拍 好 一 二 三 這叫做學以自用 有喔 第三個動作特別有補術的感覺 對 已經開始有工夫的感覺 在裡面了 好 那我們再來做一次我們的P長 三連拍喔 好 第一個動作 往下 一 往下 一 二 轉身 手到背面 手到背面 三 往下 披 往下 披 哇 小朋友都做得非常非常好喔 好 小朋友幫你拍拍手喔 沒錯 那我們之後會教小朋友更多的武術招式 一定要記得收看就是愛練功喔 好 就是愛練功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看這個飛機 養角城圖 我是豐富小子 就是愛練功 右腳打開雙手 抱拳掌馬步 前腳彎彎後腳 甚至虛無數 偷掌当外身手发掌爱耍枯 功夫相思说想比你真功夫